如果大家在这一刻看到的ARVR Hardware 在这个元宇宙里面是最大爆发力的 但亦是竞争最大的一个地方 因为无理未必那么高 第二大 大家经常在想元宇宙 当然会经常在想打机 就是软件开发 但其实如果说现在去到2025年 增长速度硬件最快 其实刚才说的软件相对是最慢的 跟现金和现时比 可能是120-130%增长 但是Hardware也有很多 但其实中间有一个 我觉得是现在这一刻应该会成熟一点 就是我刚才说的 打个基层的位置就是广告 因为广告里面可以银接到很多东西 就是引申到很多串流 如何订阅去引流 其实如果你说不想去博硬件这么多人争 你又觉得软件大部分公司 又未能赚到钱 除非你买最大的那些 但是如果你说又要吃到这个概念 又有广告成份 其实刚才提到的Facebook 是其中一只能吃得到多一点 是的 变成长远路 Facebook 大家听得出Facebook 其实这只要留意 如果大家会觉得软件 或者这个元宇宙 其实很需要一些 data center 去帮忙 而原本已经有游戏概念 又已经有一些VR概念的公司 其实比较大一点的 其实Microsoft 都已经是了 Microsoft 如果大家要留意 我们最近有专业开箱 Xbox 我们专业开箱 其实看到它进步了很多 是的 再加上其实 它们投放在VR 里面 应该都会是一个新的增长亮点 现在整体来说 游戏加硬件对Microsoft 现在的10号低 都是只有8%左右 这些大值可以留意 当然还有另外一些 例如Adobe 这些都可以去想 你说小一点的 软件一点的 其实香港不是没有的 是的 美国就是Logitech 然后Lenovo 就是联想那边 或者铝社 其实都是这些概念 但是大家要明白 始终硬件 是一个大家 在这里 大家互拍得很厉害的情况 变成我们自己 未必那么快 会去想硬件的位置 是的 请不吝点赞 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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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мед度花 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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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